你是不是有覺得沒自信的地方 哈哈哈哈 還是你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有一些長得比較奇怪的地方 你是不是沒有 然後日本啊 你們三位也都是有去日本 那日本也不是有一個傳說 就是在泡湯的時候是要全裸 全裸不是傳說 這不是白的 這本來就是 這我以為是 他們的文化 有一些地方最不利用的 沒有 大眾一定要 你們這次也有都有去透露嗎 沒有啊 從小的時候去就全裸啊 喔 真的喔 就是被犯片 你不知道都沒事去啊 就是你只要在大眾的早朝 就一定要去 因為 因為我們看的宣傳照 通常都是在泡湯裡 然後圍那個毛巾 對不對 可是其實到日本是真的都不舒服 而且頭髮也要綁起來 頭髮掉到水裡 也會有人跟你講 那個就是 公共的空間 要維持自己的 我覺得第一次脫會有一點 脫不下 就是 我抽到 蛤 你抽到 因為 哇 對啊 我先抽到 我想抽到 對啊 欸 我想抽到 旁邊的大嬸就是這樣子 欸 蛤 蛤 我以為 倒是女生有什麼好那個的啊 而且 就是他們本地人都很習以為常 少女會比較扭捏耶 少女還會這樣 我忘了 我第一次去日本 那你有沒有那種就是 就是 跟團旅行 然後跟同團的人一起 有啊 好尷尬 我想說我不想看他的裸體 因為我之前 玩很大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呢 很久很久以前 玩很大港開始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去日本 然後我們整團女生 就是一起去澡堂啊 整團 就是我們等於我們這些人 全部整團 都看過裸體了 然後全部人就在那邊拖著很自在 蛤 你們很勇敢 出來在喝牛奶這樣 妳說妳裸著上身拖 在攤在那邊喝牛奶 我 對 我那時候第一次跟吳怡沛認識 然後我們兩個就團成相見 哇 哇 我覺得我沒辦法耶 所以妳跟我們出去 妳不會跟我們泡湯啊 尾巴還是尾巴 妳怕的點什麼聽 沒有 就是妳不覺得要脫下衣服的那一瞬間 有一點壓力在 沒有 我們都女生啊 有什麼壓力 像 妳是不是有 覺得沒自信的地方 哈哈哈哈 還是妳有 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有 有 有些長得比較奇怪的地方 沒有 妳這次去泰國是不是處理 沒有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是主題一下啦 沒有啦 就是我覺得 好 跟你們應該可以啦 很漂亮啦 很嚴重 不是 妳不覺得 我的意思是那種 譬如說我以前 我以前 跟團去過北海道 就是跟我爸媽一起 然後那個旅行團 就會有別的叔叔阿姨啊 那妳不覺得 妳今天晚上看到她裸體 然後隔壁還要看到她 妳現在是自由行高手了 對對 對不起 不要擔心 沒有但我覺得就是 我長大之後我就想說 因為日本有很多就是代竊湯物 就是只有一間 個人的 其實我們就去那種就好 就是只有屬於那幾個 不用啊 就大上十啊 好 沒有 因為其實妳害羞的話 可是妳看到旁邊拖得很自在 對 妳就會發現沒有人會在乎妳 妳不能扭捏 就妳扭捏更奇怪 就是大家不能看妳 但是我還是會偷偷用那個毛巾 蓋住這裡 更奇怪 我告訴妳 妳不蓋人家還不會注意 妳一蓋人家想說妳蓋什麼蓋 然後就一直盯走 沒有лeli 謝謝妳 investigación 寂靜的 問題 想說妳 平常在 riches 感谢观看